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花花小冰冒 小冰冒 今天可以选了个好处 你别在肚子了 这不是干两天吗 这死的嘛 那得干多少天 放个月 这几天天天下雨 凳秋 秋天的第一根木头 来来 干活吧 大家好 嗨 这期准备做一个小八花的小冰冒 87吗 87花用木爆盖的出直花的爆子 实际我的爆子吧 都能出直花 这是给木偶昨天做的 64最款的爆印小冰冒 我给你刮一个出直花 爆瓣没斩的 第二天 我准备骨肉都做基本差不多了 爆瓣也准备好了 线也刮完了 线也刮完了 钉儿也进去了 钉儿钉完了 铁也出现了 刺头也打上了 爆叶也准备好了 做爆子 能省略的地方 最好是省略 不用锁 比如说这个鞋面 一凿了下去就不锁了 要不你采完 反复拿铲去锁 很费时间的 一下完事就不用锁了 八十 一定了八十 一变成形 看看 要求有点高 把这线来 一铲下去 这面出来了 快 准 看这面多奇 老奇呢 老奇嘛 你这俩图的冠键时候不学了 昨天办事一试 今天就不学了 哈哈哈 爆口 两边留距离 看看哪边啊 这个不是一般快 铁铁要展示他的大法 不是 你做爆子 你这尖头没工夫 不行 尖得硬 尖得硬 尖得正 看谁的尖不红 看这颗铅 铁这个爆口的时候 头一铁子 一定要这个角度 六十左右的角度 把这条线找出来 完了才这么铁 完了才这么铁 这叫加厚爆糖 增加它的抗压强度 爆铁一顶 啪啪啪啪 爆铁一顶 这边的压力就大 压力大 这边的薄就爱变形 这爆的不好用 所以说做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加厚爆糖 最厚度 两毫米左右 也超过两毫米 记住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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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而已 紧共产党 铁千斤 铁子铁千斤口 一定要拿一个宽铁子 甚至正好的 看到没 剁下去是一条直线 一条线出来了 所以说 不能拿铁子窄子做吧 修这爆口 两头多的地方 这个铁子贴在线上 还是六十度角 撒下去 这个铁子贴在线上 好嘞 诶 这个啥时候做吧 刚才做的 刚才你不睡觉了吗 我就睡个十分钟 这十分钟我做好了 那这是关键的 爆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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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客户需求 你要多大口子 再还得休这口呢 你看没有份儿 明天开始四爆 第三天 Ladies and and 乡亲们 铁铁的表演 就要开始了 四爆开始了 准备好小板凳和爆米花 我们即刻开始 纸 到了 八花 木爆盖不能出直花吗 直花和自然出花 实际没什么用 我也觉得 实际的爆子都能爆出直花的 就看做的一顿 有几个先决条件 表演爆出直花 就很简单了 头一个就是这个爆底子 这是绝对平 或者平台平台 这个爆印绝对锋利 磨得绝对快 小心小心 第三 这个爆糖和这个爆印盐得好 听声音啊 达到这种程度 你就出直花一点问题没有 好多宽粉啊 我打给他们啊 还有点儿 一 二 三 二 二 那这起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1.3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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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看什么也可以告诉我们呀 看这一顿包好了 没有 4.1米 去这边 看这边 看这边 我的宽粉 也ev地 看摆 看脆 看 看 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